大家好 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巨头AMD日前宣布完成对美国AI推理初创公司一克瓦茶的收购 此次收购标志着AMD在AI领域的进一步布局 旨在增强其在高速推理和企业级AI软体战方面的能力 借此强化自身人工智慧推理技术 并优化其下Instinct GPU的AI效能和效率 此次收购是AMD推进更广泛AI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 近期AMD在AI领域动作频频 通过多笔收购不断强化其软体能力 去年8月AMD赤资49亿美元收购四伏器制造商CT Systems 加速开发基于Instinct GPU的机架级系统 今年10月AMD以30亿美元将CT Systems的制造部门出售给Sanmina 但保留了设计和支援团队 此外AMD今年还赤资3600万美元进行了其他级笔收购 包括收购西光网络晶片创企EnoSemi 加拿大AI推理晶片 创企Untether AI的员工团队 以及编译器创企Bream 而这次收购的一颗瓦查 由Neuralink联合创办人保 罗梅罗拉·Paul Morola领导 其团队在AI推理技术方面 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 梅罗拉曾在Neuralink协助领导晶片设计工作 并开发能够解码大脑活动的演算法 一颗瓦查的其他成员也来自 Euralink、Meta、特斯拉、苹果等知名企业 一颗瓦查的飞轮Flywheel技术针对AMD硬体进行了优化 目前每天可处理超过一兆个Token 梅罗拉表示 加入AMD是一颗瓦查技术和使命的正确下一步 AMD的资源和平台将助力一颗瓦查 实现更大规模的部署和发展 一颗瓦查的技术与AMD Instinct GPU的 记忆体架构紧密结合 能够提供精准、经济高效 且完全可追溯的推理能力 AMD表示 欢迎一颗瓦查世界一流的团队加入 这标志着它们在提升整个技术战 人工智慧效能和效率的战略中 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资料显示 一颗瓦查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山景城 专注于针对大型语言模型 LLM与推理型AI的高效能演算法设计 其核心产品Flywheel平台支援包括 AMD Instinct MI300X在内的多种DPU构架 具备低延迟、low latency、高吞吐、high throughput 与可追溯推理、traceable reasoning特性 目前每日可处理超过1兆个token 该技术特别针对AMD的记忆体构架进行优化 能有效降低推理延迟并提升能效表现 AMD表示 一颗瓦查团队将并入AMD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oup 负责推进公司在高速推理 High Speed Influence与企业及AI软体堆栈的整合开发 通过结合一颗瓦查的软体演算法与AMD的硬体算力 将可加速AI模型在云端及边缘环境中的部署 协助企业以更低成本执行自动化决策与知识检索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在收购一颗瓦查之前 AMD已经收购了Mipsology、Node AI、Silo AI等公司 逐步补齐AI模型转换 部署到推理端的软体链条 而一颗瓦查的加入则让AMD在推理与记忆体优化方面具备更完整能力 根据最新财报 AMD第三季度营收达92.5亿美元 同比增长36% 净利润12亿美元 同比增长61% 公司预测第四季度收入终点为96亿美元 超过市场预期 AMD还提及与OpenAI的6级瓦算力合作 首批1级瓦的AMD Instinct MI450 GPU部署将于2026年下半年开始 苏兹峰透露 AMD预计在2027年和2028年将有充足的供应能力 AI业务收入有望在2027年达到数百亿美元 今年迄今AMD股价已翻倍增长 11月中旬总是值达3972亿美元 AMD在AI领域的持续投入和战略布局 正为其带来显著的市场回报和增长潜力 与此同时 软银集团Softbank宣布 已于今年10月全数出售其所持有的 AI晶片龙头大厂挥达股份 套现58.3亿美元 此外 软银还透露在今年6月至9月期间 出售了部分T-Mobile持股 价值91.7亿美元 以筹集资金 全面押注ChatGPT开发商OpenAI的投资 据彭博社的报道显示 软银集团在截至今年3月底时 对于挥达的持仓价值已经高达约30亿美元 这些投资加上愿景基金Vision Fund创投部门的收益 使得软银在2025会计年度第二季 搅出亮眼成绩 净利同比增长一倍至2.5兆日元 远超市场分析师平均预期的4182亿日元 在4至9月的2025上半财年 软银集团的利润为2.924兆日元 同比增长1.9倍 创日本企业半年报的最高纪录 除了投资汇大外 软银的投资组合还有OpenAI与甲股纹 其中2025会计年度第二季持有的OpenAI股份 获得2.157兆日元收益 这些持股带动软银的账面获利 并推升公司股价在三个月内 截至9月底大涨78% 创下自2005年12月季度以来的最佳表现 软银财务总监后腾方公表示 取得这样的成果 是因为去年9月 软银首次投资了OpenAI 他补充OpenAI最新的5000亿美元估值 是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之一 对于清仓挥达股票 后腾方公表示 这笔钱是必要的 且通过进一步投资 OpenAI可更好地利用这笔资金 由于软银对OpenAI的投资规模巨大 因此要动用现有资产进行融资 对于市场忧虑 AI资产可能存在泡沫 后腾方公表示 软银的立场是不投资的风险 远大于投资的风险 市场分析认为 此次软银轻仓挥达 是因为软银在10至12月的第三财季 至少需要305亿美元 向OpenAI及晶片设计公司 Ampere等投资 这意味软银一个季度的投资金额 已超出其过去两年总和 软银一直主导一项 向OpenAI投入高达400亿美元的投资专案 并计划将当中100亿美元 分配给其他投资者 软银表示 其他投资者已承诺投资相关份额 而软银将于12月 通过旗下院警机机二期 向OpenAI坠加225亿美元的投资 OpenAI最近重组为可盈利的 公共利益公司PBC 使其更容易筹集资金 除了对OpenAI投资 300亿美元的规划之外 目前孙正义正推动多项重大计划 如星际之门 Stargate数据中心的网络建设 以及与台积电等公司 洽谈在亚利桑那州 打造1兆美元 AI伺服器制造基地的合作方案 不过 目前市场担心 AI企业高估值及资本支出规模过大 恐导致AI泡泡破灭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